Leo聊世紀 甜甜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符文詩群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Hero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是每點科技史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兵工廠的科技不需要耗費黃金 即可生產 所以他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稱爆時代打犧牲 地龍時代打遊俠 後期可以配火槍火砲作為輔助 或是轉出森旅科技 都是非常適合的文明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的文明 文明是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是他吃野味的速度非常快 不然你是要吃鹿群 野豬 或者是要打馬攻路線 都是非常優勢的 打野速度之快的關係 所以他很適合前進打裝甲 或是打落馬開局 後期打馬攻路線 攻擊速度又快 而且後期的落馬跟草原騎兵 亦有血量加成 所以蒙古人算是一個非常 比較主軸在打架的文明 蒙古人他的經濟到了中後期 往往會輸給對手 也可以說是 城堡時代中期 是他最容易暴斃的時候 所以蒙古人他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打前期或是後期 都是比較OK一點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 封建斯坦會怎麼打 好 先來娃娃的黃金 看起來不太舒服 兩個金都是在上面 後面有塊黃金 古金的部分還OK 這裡要小微的話也沒什麼問題 這裡小微小微 微到底 OK的 這邊的話 Hera 這邊要微的話就是要微大了 微大的話感覺是更好微的 如果要微小的話 就只能這樣子微 微小 這樣微小的話好像也沒有比較優 所以如果要微的話還是微大一點 會比較適合 好 Hera這邊已經開始要 去吃果子了 OK 趕快把這個路趕一趕 那現在 世紀帝國呢 紅牛背也準備開打了 但紅牛背也不是正常的比賽模式 是帝國戰爭模式 有些玩家不是那麼熟悉喔 所以我們還是會 他一些喔 天梯上的正常模式的玩法 那我也蠻期待這次紅牛背喔 有什麼精彩的火花 好 來看一下 現在 時間已經升級到封建時代了 YO 這邊是選擇了 偷之部點封建 十七春 點封建時代的一個流程 好 那這個流程的優點呢 就是落馬 可以再出的再更早一點 好 對方的壓力 會再更大一些 極限落馬 就是在講這個戰術 好 一上去要記得點支付 YO有記得點 沒問題 好 肉馬一出來 現在 待會就可以狂按了 這邊可以直接按四隻肉馬 也沒問題喔 要不要肉馬按到底 好 先按了一隻 好 直接轉射箭場嗎 欸沒有 開始圍加 好 再按一隻肉馬 好 補了一隻槍兵 稍微防守 好 按四隻肉馬沒錯 但是 Hera果然是選擇了大圍喔 把大圍直接圍死 那這張地圖真的是 比阿拉伯好會太多喔 基本上這張地圖就是以前的阿拉伯 的感覺 OK 那已經圍死的狀況下 其實 Hera這裡要打直層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邊呢 也是有出些肉馬 跟對方 稍微 跳恰恰一下 跳你的我跳你的 呃 蒙古的肉馬血量加成要到城堡時代才有 現在是不需要升級了 新奇兵就有血量加成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改版 但是 血量加成也下降了一些 算是蠻平衡的 好 那娃娃這邊 繼續防守 等牆兵過來 過到了一槍 小鑽 好 娃娃也決定要大圍喔 哇 我講明都是圍超大 好 下方三隻肉馬 這在探圖 這邊應該是要探生物的位置 看哪裡有生物阿 或是野礦點 可以搞一下 待會西班牙人轉生旅喔 撿生物也是OK 那娃娃現在有這麼多的肉馬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也是會轉一下 清奇病的升級 那這邊除了升級之外 還轉了一些弓兵出來 還轉了一些弓兵出來 還是要嘗試突破這面嗎 好 出門了 HERA這裡有看到 好 HERA這邊買賣一下 就可以生石袋囉 那石頭的部分 甚至還沒有挖 家裡也是轉了一個射箭場 OK HERA這邊射箭場也補了下來 防守問題不大 好 再補一個房子 後面這裡要圍好 好 點了一個一級射 好 擋一下擋一下 後面肉馬稍微想要從後面抓 好肉馬可能會死 要繼續走 好 點一下城堡時代 西班牙正負責有要打嗎 好點了工兵鎧甲 看起來是想要先轉戰毛 3TC的路線了 戰毛3TC開農路線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HERA比較 像是走這個路線了 如果是要打西根 這時候應該是要去刮石頭 但是這裡石頭沒有挖 應該就是要來開農了 YO這邊要遇到對手開農的情況 真的要打出優勢啦 也是沒那麼容易 如果要加強自己進攻 還是要拉一隻村民 前置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欸這裡還有一隻槍兵戳到了哪 小鎮 好HERA戰毛兵二級射 二級反目點下 TC補了下去 待會這裡也可以開了TC 好城鎮中心趕快開 開到三個是目標 現在也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生命趕快按 那YO這邊也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三個城鎮中心3TC開農 HERA這邊則是3TC農 OK第三個也補下了 好果然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一定要給壓力喔 他可以給HERA極大的麻煩 不能讓HERA過得太爽 已經自己有兵的是自己 你有兵的時候 盡可能把兵人往外派去弄對手 如果對手不在家裡的話 一定要給他最大的壓力才行 OK這個木柴很快就要破了 好這一波 頭車砸一發 HERA往前走 沒砸到 哎呦 用戰毛去秀頭車的男人 OK秀一秀 再拉回來讓生命無血 等一下來救贖思想 拉回來就可以來招搶 YO的偶死車了 好看好這一波 沒砸到 但是生女也要小心 YO的工兵 好先招單位 再招頭車 這樣就可以出來秒招 但工兵往前走了 生女要小心 好兩邊都在修操作 哇這邊很細 好馬就還是被砸掉了 現在 HERA也點下了生女的科技 神聖思想 提升一下生女的 血量加成 YO現在3TC開龍 用資源量稍微小小贏了HERA一血 那兩邊超級速器是一樣的 好 ROMA直接被頭毛給投爛 好上面已經門戶大開 工兵想要往前點生女 生女直接拉走 進去著想 生女直接被點掉 後方上台車路車 直接砸爛的戰毛兵 HERA想要秀 結果被秀到頭破血流 好又砸了一下 好頭車過來了 這裡有機會哦 找到了 nice 快砸掉 回頭砸一發 哇 哇 一個生女換兩個頭車 這個生女的投資不虧 接下來 YO點下來了 虔誠科技 待會 就會沒那麼好遭響 不然實在是被招爛了 但這把其實打得算是偏濃的 連YO都點下了5TC HERA現在是4TC而已 旁邊的戰況並不是打得這麼兇 只是稍微秀一下操作 給對方壓力一點點而已 好特隊友還是砸到兩隻戰毛 好往後拉 戰毛兵 打攻箭手 生女往後拉來不及 躲進TC 只剩下一隻生女而已 好 HERA這邊是繼續補血 把戰毛兵血量再拉滿一些 白歐的頭車一直有在按 盡可能的給HERA更多的壓力 好這個招翔 預判沒有成功 攻擊手過來 點一下 沒點到 好頭車砸 攻兵繼續給壓力 又換掉了一隻攻兵 說明 唉唷 生女要小心 頭車被砸到 最後還是被攻兵給追上 沒有啦這一波攻兵 戰毛兵數量只剩下5隻 好後面有補一個新的射箭場 但是現在問題是 投射車的數量真的好多啊 但是YO並沒有想要直接進攻 左邊的承認中心 反而是往下看了 被城堡直接抓掉兩台頭車 回覽 好 但YO這裡也沒有到非常落後 其實是兩邊經濟差不多 HERA這邊停下了醜水車 二級農 帝王時代 帝王要打什麼呢 HERA這邊大東西感覺只有帝王遊俠可以玩 不然就是要玩西班牙征服者 但西班牙征服者跟 蒙古圖記互射的話 通常是射屍的那一番喔 好 這裡要不要先打村民呢 好 村民快被遭響掉了 好 往前走 勝率可能會被點掉 哇 這個細節做得很好 好 這邊高地遭響 沒機會 躲掉 再繼續招 讓在毛邊有機會可以輸出 好 再躲 哎呀 這一波躲不掉了 反頭車再一發頭毛 搞定 一隻生女換一隻頭石車 這一波不虧 好 兩邊帝王時代來看一下 Aura這邊是選擇了跟蹤技術 二級馬鎧 補了六個馬就 YO這邊轉是 轉出了蒙古圖記 游俠跟蒙圖 這個後期大對決 那通常蒙古人遇到對方 轉出大量的 游俠的時候 還是會轉重裝駱鎖去防守 但他的重裝駱鎖沒有三級馬鎧 會稍微弱了一些 所以也有這個蒙古人 選擇了重裝長槍兵的路線 我們頻道之前有出現過 蒙圖加槍兵 其實還蠻強的 黃金全部投資給蒙圖 然後剩下的肉跟木 全部給這個重裝長槍兵 這個正面打起來也是相當舒服 Hera這邊 先點下了游俠 三級馬卡也有 好 蒙圖開始在抓村民了 好西班牙人 現在黃金非常的穩定 Hera這邊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冰工廠不需要黃金的關係 所以現在他要轉什麼冰都很輕鬆 三公三房只需要弱 就可以點完了 所以待會要轉槍兵 或者是轉這個三級射 都是很easy的 沒有黃金上的壓力 OK Hera這邊準備好 要來攻城了 YO果然轉出了駱駝 黃國圖技的數量還不夠多 而且現在還沒有點完所有的科技 霸水還沒有補下 反正這波開打 YO可能會有點劣勢 就把這波游俠數量有點多 正面硬卡 完了 YO炸裂 沒辦法 游俠數量太多了 好噁心好噁心 直接騎上去 直接騎上去 好 YO第一波城堡戰 失守 好現在游俠要重新序一下數量 好補一些戰毛跟游俠 那三級射待會也要點一下 好 好 游俠數量慢慢補到了29隻 繼續攻城第二根城堡 YO這裡不甘失落 兩台巨頭架在臉上 你架我我也架你 好 化學也點好了三級射 可以把這邊的升級細節都已經搞定 甚至連三級的攻擊鎧甲也點了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 駱駝有點打不太贏啊 好這邊直接用游俠去扛正面的駱駝 後方蒙古突擊使用戰毛兵去輸出 但是這邊YO一直有在做細節喔 剛剛一直在拉蒙古 好但蒙古還是被點掉了一些數量 前方的游俠數量 開始輸掉以下往下掉 蒙古努力的輸出將中 舵頭要趕快再多按一些才行 OK這一波夾得很極限 感覺 YO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化學終於好了 有化學蒙古按到底 肉碼開始按 基本上就可以打那個字了 聞 怎麼輸 蒙古已經到了全形了 再只差一個大落馬 再升級上去 YO這邊的前方的坦克也夠了 緊張了緊張了 現在這個局面 其實很刺激 蒙古數量 黃金先要穩定下來 才有可能按更多的蒙圖 但黃金也要投資給一下大落馬才行啊 好先點大落馬如何 YO 黃金跟食物都夠了 好點個大落馬點上去 現在按更多的肉馬 蒙圖繼續按 我不覺得YO這一波的組成會輸啊 但是如果HERA這邊是轉出了更多的遊俠 或是 轉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就不好說了 好 HERA這邊轉出了霸權科技 提升一下村民的攻擊力 跟血量 轉一下這個村民的生存能力 好看一下這邊 蒙古大落馬 血量來到了118D 118 好 血量非常多 好 現在HERA進入戲並不是那麼的好 但還好西班牙人呢 他也是有大落馬的 這一點就比法蘭克人好很多 法蘭克人雖然有192遊俠 但是沒有其他的好用的赫射兵 沒有大落馬 也沒有這個 沒有大落馬 也沒有這個戰毛兵的三級射 跟三級的弓兵鎧腳 但西班牙是什麼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玩遊俠的話 其實西班牙人是一個很好的文明選擇 雖然沒有192遊俠這麼可怕的威力 跟經濟那麼的好 但只要一成型之後 後期轉兵 西班牙人的壓力是非常小的 沒什麼轉兵壓力 西班牙人現在也點下大落馬 你用大落馬 我也用大落馬 然後前面打羅馬的血量 稍微有點差 這邊有三級工兵鎧甲 戰毛兵打下還有三滴血 好 我還有點下的工程工程師 有可能是要轉頭車或是奴炮嗎 但我怎麼覺得這個局面 繼續轉蒙古圖技 加上駱駝駝馬 四面的坦度就夠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把這個大雪有點定位 卡在這個中間位置 這裡戰毛兵傷害非常高 直接一個頭毛 一個 就直接倒一批馬 好大落馬想要去後面抓巨頭 但是HEROP給機會 王國土具也不敢往前 因為這裡往前戰毛兵就會無情輸出 這一波YO 被戰毛兵打到頭破洗流 牛俠就卡在前面 好HEROP這邊轉了一些肉馬 準備要來噴馬了 這裡有幾個馬就 有個馬就 好打肉馬上前 孟土具往前點 直接點掉一台 隊形投射機 兩台直接點掉 YO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成功守住了自己的 盆寶 好孟土量還是有點少 數量還不是那麼的好 至少來到40隻左右 YO才可以變得比較穩一點 現在的數量是明顯不夠的問題 哇 HEROP這波兵好大坨 怎麼辦 沒有辦法一次集火 集掉一隻遊俠 蒙古的影響力就沒那麼高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這波遊俠衝了進去 後面戰馬兵還在輸出 好繼續往前 繼續投矛 好 蒙古圖已經被打到 直上26隻肉馬 加遊俠已經衝了下去 現在戰況非常的不樂觀 完蛋了完全擋住 HERA這一波的肉馬 遊俠轉肉馬 後面戰馬兵繼續淹了過來 到底來直接一波 打倒YO了嗎 YO這一波經濟還沒有被收到干擾 現在資源有點多 產到YO要死在產能的問題身上了嗎 有資源卻沒有兵 這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蒙古圖器 也沒有直接按到底 第三個城堡 現在海帶狂產 應該是四個城堡才對 這個城堡 趕快就去轉木屠地才行 但是現在經濟已經炸裂 一直被迫了周村 木屠地再倒個機會 可以繼續輸出 好 這一波 HERA 工程器不夠多的關係 現在巨頭只剩下一台 來 露馬 打木屠也是要打到活動血流 趕快修理一下 這台精靈可惜 好 蒙圖這一波又打了回去 HERA這一波沒有一口氣 拿下YO 呃危險的就是HERA HERA這裡已經黃金用光 大量買賣 丟換了一些黃金回來 但是YO的阻力還沒有倒光 這個城堡現在自己沒有槍併關係 被YO的駱駝打到有點沒有辦法扛住正面 但是我把我的目標韓後方進球C 再度拿下 好 這一波 蒙圖只要保護的好 就還有機會 OK 這邊大洛把他抓了非常多的聰明 已經砍了十一村 十三村 十四村 數量越來越多 怎麼辦怎麼辦 上面大洛馬有沒有看到YO 沒有時間去看 正面部隊又來了 好 手點遊俠 把遊俠點一點 後面的事情就交給大洛馬 好想要盡可能貼近 讓HERA的戰毛兵沒有辦法進行攻擊 好 但這邊工兵已經走出來 大洛馬看是壓了過去 哇 桌面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YO的村民只剩下90村 HERA這邊還有103村 HERA這波遊俠有點扛不太住 YO來個決定大反殺 好想要拿下比賽 HERA這邊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場比賽 沒想到最後是YO還是拿下了 沒有辦法 HERA這一波就是一套打法 遊俠A過去 如果A不過去 就要被玩事了 因為黃金一定不夠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 黃金最後是出了118隻的遊俠 後面接續了92隻的大洛馬 最後是打不贏 YO的蒙古圖技98隻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最後經濟是由YO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還有5聖物呢 好啦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